我们接着来学习诺诺词部分 第一个诺词是记 记在书面语用的比较多一点 它的意思就是就是命 翻译成意识是 那比如说但是象形字 Piktokla 记就是太阳 从地平面升起来 但表示早上 但因为这个 这个是地平线 什么海平面 然后呢太阳是日 所以象形字 像什么呢 这是海平面 然后太阳 所以这个是Botogram 所以这个中国的汉字很有意思的 这些人的体重变化呢 表现出非常清晰的模式 那G 也就是周末之后呢 体重会升高 那在工作日呢 体重会减轻 周五呢达到最低点 那G呢还可以什么作为副词 意思呢就变 例如比如说不懂急问 不懂呢就问 就变表示什么 连连连接 这个由于前面提到的这个原因 条件 然后呢产生怎样的结果 不懂 那就问 是他最大的优点 也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 在办公司这件事下 在创办公司这件事上 两人呢都有打算 这次的机会呢 让他俩一拍即合 他们两个人之前都有打算 哦说要办公司 创办一家公司 哇一拍即合 一说 他们就什么 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agreement 一起的话开公司了 OK 我们来看到这个 用所学的词语呢 改选记子 他可聪明了 什么东西 一学就会 他可聪明了 记什么东西 一学就会 一学即会 什么东西 一学即会 然后呢 这个汉字语 代表什么 上下四方 意思是呢 是所有的空间 那意思是 也就是记所有的空间 在鸟爸爸和鸟妈妈的精心照顾下 小鸟三十天到三十五天呢 便可以独立生活 那在那这里这个记呢 就是变的意思作为这个副词 三十天或三十五天 即可独立生活了 那我们来看到第二个词语 就是个别 个别 表示什么 形容词意思是单个 个个 意思 例如比如说 他经常采取呢 个别 个别谈话的方式 单个表示什么 一个一个的方式 来了解情况和解决这个问题 教练针对他的技术特点 进行了个别的训练 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个别表示什么 还表示极少数 少有的 除了个别人以外 多数人体重增加 都会从什么 周六开始 那有些人可能周六 周日呢比较忙 周一周六呢不忙 所以吃的是什么 更多一点 是个别职业的原因 对吧 天区预报说 今晚有小到中雨 个别地区 少数地区呢 可能有大雨 那这个是两个意思 第一个呢 是个自单个 第二个呢 表示很少 少有累了 OK 我们来看到 我们的practice部分 旅行团里面有几个小朋友 旅行团里面有几个小朋友 然后我们说什么呢 个别 单个 有几个小朋友 各自有几个家长带着 个别有几个 个别 表示单个 各个 都有个别 家长带着 照顾着 装修用的材料 都准备好了吗 个别 还没有准备好 看课文时 你有没有遇到不懂的地方 或者不认识的汉字 基本上大多数都认识 只有个别 我还不认识 那前面两个呢 你可以把它 作为什么 单个 各自 比如说 装修用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吗 可能问很多人 个别还没有准备好 就有一些人还没有准备好 或者说 你把它 理解 都各自准备着呢 都个别准备着呢 这个小朋友都被个别的家长照顾着呢 又不太这么用啊 用的很别扭 这个例句不好 不要就按这个 好吧 飞 飞是不得意识 经常在书面语 我们来看到 它是怎么用的啊 飞 飞是这个飞啊 前缀 在名词性成分啊 那 I 词速前缘 表示不属于这一范围 比如说 飞语言的交流中 眼睛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在 肢体语言 对吧 嗯 我们公司的技术部门 都是专业人员 工资高啊 非专业人员 不是专业人员的 做服务工作 工资不高 嗯 maybe 不过就是 非服务 非专业人员 做服务工作的啊 工资不高啊 非啊 可以做动词 不是啊 比如说 嗯 工作日和周末的体重 临时变化 应该被视为正常现象 而非真正 而不是啊 作为动词 不是的意思啊 而非真正的体重增加 成功有时候呢 并不是 并非想象的那么难 嗯 并不是难 不难啊 那非啊 而作为副职 还表示主观主观上的愿意坚持偏要做毛事啊 比如说非什么不可啊 非什么不可意思就是什么必须啊 你今天非把作业做完不可你必须把作业做完啊 OK 我们来看到这个例句 他非要离婚 他非要离婚 非要 他一定要离婚 离婚 我们谁拦也拦不住 我本不想提这件事 你又何必非要我说出来呢 嗯 干嘛 一定要我说出来呢 有些家长已经习惯了这种竞争 非让自家的孩子考第一名不合 必须考第一名 嗯 补办学生证的是非你本能 非你本能去不可啊 这个呢还是用的比较多的哈 嗯 嗯 我们来看到这个practice 嗯 嗯 这个 第一题呢 嗯 门牌上写着 不是工作人员呢 请勿入类啊 就是说不是啊 作为嗯 不啊 否定的啊 非啊 不是 作为动词 非工作人员 请勿入类啊 请勿入类 世界上并不是啊 也就是说并非 只有人类呢 才会骗人 动物也会 嗯 他会变色伪装 然后去补 去补食嘛 嗯 听说你住院了 他一定要来看看你 他非要来看看你 不可啊 一定 他要来看你 OK 我们来看到 嗯 词语的搭配啊 比如这个 嗯 动词加冰语啊 达到 达到 力 达到 去达到达到水平 达到一个水平 达到IGSK6的水平 嗯 达到什么程度 达到什么什么 规模 达到什么目的 达到要求 嗯 达到老师的要求 嗯 达到什么水平的要求 这个分析啊 分析 分析情况啊 分析这个问题啊 分析人的这个嗯 心理啊 心理活动 心理学对吧 啊 分析原因 哎 分析这个语法 gram分析这个 并句这个错误的句子 嗯 分析嗯 OK 那个定语呢 和中心语啊 比如说意外的 嗯 意外的事情啊 意外的哦 给你一个什么 surprise 意外的礼物 嗯 哎 意外的消息 意外的机会 嗯 哎 如果说你想要得到 很多很多很多的 意外的机会 你首先要什么 准备好 平时要努力 对吧 机会来的时候呢 才会你才会什么 抓的 结果 意外的结果 哎 意外的发现 嗯 啊 这个意外的 啊 的发现 这个呢 就会做名词了 这个是修事名词的 如果说是 这个图也得 意外的发现 那这个呢 是个web啊 不一样 哈哈 OK 嗯 我们来看到 可靠的啊 可靠的 哎 朋友啊 这个可靠的字啊 这个字量很好 可靠的材料 哎 可靠的报道 而不是什么啊 骗人的消息啊 可靠的结论 嗯 这个趋势呢 比如说这个战争的趋势啊 是会将绝结束呢 还是怎么样呢 嗯 上升的趋势 下降的趋势啊 好的趋势啊 good 健康的趋势 慢慢变 变好 变健康 康复 呃 现象呢 是自然的现象 表面的现象 哎 怪现象啊 就很奇怪 哎 不良的现象 不好的现象 哦 个别的现象 个别的现象呢 比如说 嗯 不是普遍的现象 嗯 就是 很少 later 不是 common not common 嗯 呃 状语啊 我们来看到 这个中心语啊 充 主动 主动表明 主动表明 我的心语 I love you 哦 充分表明 充分表明 就这件事情呢 很明显 obviously indicate that 直接表明 direct 嗯 清楚的表明 参与呢 参与什么 部分参与 啊 我们帮部分同学参与了比赛 共同参与 一起 嗯 正式啊 正式参与 积极参与 我们要积极参与比赛啊 输赢不重要 啊 ok 嗯 来看到啊 这个词语的变析啊 那这个呢 呃 临时和暂时啊 这个 嗯 也是觉得很必要去区分的 那临时和暂时呢 都表示什么 短时间内的意思 嗯 比如说 没找到满意的房子前 我临时 我暂时 啊 表示 in short time 啊 period 表示什么 暂时住在朋友家里 嗯 ok 那他们什么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呃 临时 临时 他表示什么 临时 呃 临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嗯 接近 哎 approach 啊 临时 发生的时候 找不找到了30分钟 所以我临时决定 临时决定 嗯 去旁边的书店看看 嗯 嗯 诶 这个 暂时呢 就没有这个意思 嗯 表示不确实 较劲的一段时间 啊 比如这套房子我很喜欢 暂时还不打算卖掉 就这一段时间我不会打算卖掉 那这个临时是没有这样的意思 嗯 嗯 来看到啊 嗯 那临时还可以做什么属性质 什么意思呢 表示呃 短期的 或者非正式的啊 比如说临时的工作 他找份临时的工作啊 那暂时做这个工作 可能过一段时间我就不做这个工作了 啊 暂时的话呢 啊 就没有这个意思 你不能说暂时工作 暂时工作一下 等会就不工作了 没有这个意思啊 嗯 嗯 嗯 我们来看到这个practice 嗯 这个我们租下了一所房子作为什么 嗯 嗯 临时的家 嗯 临时的 这一段时间 嗯 表示什么短期的非正式的家啊 不是真正的家临时的家啊 嗯 表演结束啊 我想什么 哎 这里会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暂时啊 它是表示什么呢 就是不确实的较劲的一段时间 我们用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嗯 公司遇到了一些什么 临时的困难 嗯 临时的困难 嗯 我们正在积极想办法 啊 就啊 嗯 嗯 就是这个 他是这个意思 临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嗯 临时的一些困难 这件事情 你暂时你你最近那时间不要告诉他 嗯 你暂时不要告诉他 啊 简单的说呢 临时表示我我现在这个时间我什么才决定啊 才要怎么做 啊 临时的 嗯 或者说他表示什么 啊 一个非非正式的临时的工作 临时的家 啊 嗯 OK 我们来看到exercise部分吧 啊 啊 第一个呢是 总共intotal 借口 达到 采取 可靠 啊 六四参与 教师要让学生呢 主动什么 嗯 主动 嗯 参与 参与啊 班集体的管理 锻炼他们的能力啊 这是很好的教师啊 嗯 嗯 嗯 许多人呢 喜欢喝茶 肌 啊 达到什么程度啊 啊 达到不可一物啊 一日无茶的程度啊 我们我也是啊 我天天喝茶啊 啊 就像吃饭一样 不可一日无茶啊 声音判断水平是否保温的方法 并不什么 并不可靠这个方法 不可靠啊 您好啊 啊 您是吧 总共消费了747元啊 您刷卡还是付现金呢 啊 他什么 临时家里有事 嗯 哎 他借口家里有事 咋借口 take as excuse 借口家里有事 提前离开这什么 会场 他不想这个参加这个会了啊 嗯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虽然还不能准确的 预报地震 但可以什么 采取啊 有效的措施 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的这个财产啊 因为地震的话就会破坏 我们的房子啊 啊 我们的一些设施啊 嗯 啊 这个日本呢 经常发生地震 那这一方面 日本做的会比较好啊 他们的房子呢 都是防震的 一般的地震的话 没有事情 OK 研究发现 嗯 父亲对教育子女的什么啊 参与程度啊 越高 孩子就越聪明 哎 父母呢 多教孩子 多陪孩子 比较好 调查结果显示啊 研究发现多大不多啊 市民对啊 电子阅读的信息呢 兴趣啊 比较什么啊 比较明显的提高了啊 参与程度啊 参加成参加是个动词要接冰语的啊 这个参与呢 啊 参与 他啊 他也是动词 但可以后面不接嗯 参与程度 参与的程度 可以作为形容词 作为定义 这个不能作为定义啊 参加的 错误的 参与的程度 明显呢 不必是清楚 表示career 不一样 嗯 我本来想完成 这个计划以后呢 再去美国 嗯 嗯 结果现在那边 有更重要的事情 结果 嗯 结果 嗯 表示什么 出乎意外的 成果呢 表示result 结果 啊 他结果表示result 但是也可以作为什么 连接词啊 conjunction 也表示什么 结果 跟我想的不一样 结果 那边什么 有更重要的事情 un unexpected 不得不提前去 嗯 嗯 我 关于这个空气质量 嗯 现在报纸和网络上的这个报道呢 特别多 啊 报名是rejusted rejusted 啊 不一样 大家讨论的很热闹 啊 ok 嗯 那这个是连接 连接 词语啊 搭配 达到啊 达到目的啊 这个很简单 报导 报导 新闻 采取什么什么措施 啊 这个呢 是分析原因啊 啊 这个是定语加啊 啊 这个啊 中心语下降的下降的趋势 可靠的可靠的报导啊 啊 啊 这个重大的成果啊 成果 achument啊 表面的现象啊 啊 表面的现象 还有实质的什么什么什么原因啊 嗯 不要被表面的现象 给欺骗了啊 ok 那这个呢 是你挑的dialog 啊 嗯 比如说这个课文 附属课文 这里用了一些 一些图片啊 你像这个医学的重 啊 专家的新发现 然后体重减轻子 他波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用一些被 这个一些符号 去 作为his 也挺好的啊 你把它描述出来了 用图图片 啊 这个啊 我们在弯弯 课程上呢 啊 要大家复述出来 嗯 那这里就不讲了 ok 我们来看到这个 expansion 医务 关于医务的 啊 去医院啊 你要挂号 时间要挂号 嗯 嗯 嗯 然后呢 如果说急 有急诊 那就是你需要紧急情况的啊 救护车 好像美国的这个 呃 急救电话是911吗 嗯 我们中国是121 1 急救电话 不一样啊 内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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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啊 什么的 过敏 对什么过敏 打喷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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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凉了就会打喷嚏 最近呢 由春 由冬天到春天 这个气温变化呢 会比较大 所以大家啊 我上个星期就就感冒了啊 啊 这个呢 是兔啊 兔 然后这个痒啊 老痒痒 太痒了 消化 消化 OK 啊 我们来看到 嗯 这个做一做 嗯 你是不是 着凉了 怎么一直在打喷嚏 打喷嚏 打喷嚏 一到春天开花的时候 我的鼻子呢 就会什么 过敏 那我的鼻子就会过敏 那有一些人对这个 这个 花粉呢 他是过敏的 嗯 我身上也不知道被什么咬了 特别痒 被蚊子咬了 被虫子咬了 啊 当初人们发明 乒乓球啊 是为了饭后呢 做一些 运动 来帮助这个消费食物的啊 就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叫做饭后走一走 活到九十九啊 要要吃完饭 要去散一下步啊 去找一下帮助消化啊 嗯 OK 啊 我们来看到 prication 啊 背景分析哈 那 哎 关于这个饮食呢 中国呢 还有很 啊 饮食文化啊 有很长很长的历史 很多同学呢 也比较喜欢中国菜 那饮食呢 吃啊 嗯 会让我们 哎 变胖呢 或者什么怎么样啊 会有些呢 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 那我们吃东西我们会导致我们那些疾病 那我们看到这里啊 就有一句话叫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啊 就是男孩子喜欢漂亮的女孩子啊 女孩子呢 希望自己什么保持好的slim苗条的身材啊 啊 啊 嗯 年轻的女性朋友呢 就更不必说了啊 在他们看来苗条的身材啊 嗯 嗯 飞着啊 身材 是青春活力的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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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子啊 像是sign symbol 可以使他们对生活的充满自信很开心的 我想变漂亮漂亮我很开心 哈哈 啊 现代这个医学研究也证明了哈 肥胖呢 确实是健康的杀属 嗯 这似乎又给了更好的理由 让人们积极逃入到减肥这一行列中啊 像这个Gym啊 就这样为减肥锻炼身体而生的 无论是出于爱美还是健康 那减肥的目的呢 就是把体重减到啊 我们认为什么嗯 这个 健康的这种理想的这种状态 那不过有一些人不支持甚至反对结石的做法 在他们看来呢 结石会影响这个危害这个健康 同时还会停在停止结石后呢 体重会下降啊 反弹 反弹 弹是弹起来啊 弹弹 会带来更多的烦恼啊 这是关于结石 所以呢 如果说是结石是不吃东西 我觉得这个嗯 不是很好的方式 我觉得减肥呢 少吃 然后吃的什么健康 不要太吃过多脂肪的这个食物呢 会比较有效果一点 当然我也不懂 我吃不胖 那是我身体问题啊 那我吃很多东西我也不胖的 嗯 你认为结石是减肥的好方法吗 为什么 那你有没有有过结石减肥的经历呢 啊 结果怎么样啊 嗯 那如果说你有减肥失败啊 你有分析过他的这个原因吗 或者说你如果减肥成功了 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啊 那如果要结石你建议应该怎么做呢 啊 那哎 这里有一篇呢 做做文的要求是什么呀 嗯 我支持啊 或者说反对结石减肥的做法 那写写一段话 啊 不要少一百次 你可以根据这些什么structure 或者啊 这个思路去写啊 OK 那这个free talk呢 啊 在oneonelive上呢 跟大家多做一些讨论 嗯 那今天的课呢 咱们先到这里 有问题的话 comment below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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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